坐起来 因为我就是第一次出舞台嘛 所以还是想唱一些自己写的歌 然后唱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既然就来到这个舞台的话 来到这个这个节目 我觉得应该就是把真实的 最真实的自己带出来 所以就唱一首自己写的歌呗 躲起来 我拢空就唱过一次 耳机就是那个吧 躲起来 虽然想要的我还是要感慨 太多面具带了 又再不如不带 这首歌就是一个状态 我当时写这首歌的一个就是 有点想把自己 就是关起来 然后就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嘛 所以就是把自己宅起来不出门 然后也不社交 然后也不干嘛的 然后就而且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然后要把那种 那种状态给表演出来 然后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舞蹈 然后去用舞蹈去用肢体体现它 可能会有一些舒展的什么动作之类的 但是不适合跳舞 这个节奏它律动太快了 点太快了 躲起来 我有一段就是一直重复的在这首歌里面 但是它没有用 就是在喧闹的地方躲起来 在羽毛的云端自由自在 就是说我在去到很喧闹的环境里面 我也可以自己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当我自己处在这种环境下 然后躲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享受的 有点像在羽毛上面轻跳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它还是有一点自我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因为时长的关系 不能唱到整个有递进的词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我可能会加一个就是声音上的效果 可能让老师帮我把那个推一下 就是因为后面我专门剪了一段那个就是吟唱在后面 现场的时候可能感觉会再开阔一点 就像在山上面唱一样那种 我躲在了山里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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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